美国深夜不宣而战,对叙利亚及伊拉克多处反美武装发起了空袭行动,巡航导弹打了一百多枚,连轰炸机都从本土出动了。 面对美国突然在中东出售,伊朗在宣布三军备战的同时,再一次对外发出警告,如果伊朗本土遭受任何袭击,将会以牙还牙。 果然面对此前伊朗发出,如果美国袭击伊朗,伊朗必将以牙还牙的声明,美国最终没有敢对伊朗下手,但是也在另一个战场,对伊朗突然下了狠手。 美国在中东打击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反美武装的同时,对伊朗的出手是追加对伊朗的经济制裁。 说实话这么多年美国对伊朗执行了,从天上到地下几乎无所不在的制裁,但是对伊朗来说有用吗? 就像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样,美国的制裁就是隔靴搔痒,而美国军方已经查明,袭击美军驻约旦军事基地,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的无人机,就是来自伊朗的无人机。 但是为了避免和伊朗直接开战,美国不得不打掉牙网杜利燕,声称没有找到伊朗参与此次袭击的证据。 就在美国发动空袭之后,胡塞武装、伊拉克反美武装、叙利亚反美武装出战,来了个三英战旅部。 就在美军轰炸叙利亚及伊拉克之后,仅仅几个小时,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反美武装,随即就对多个美军基地展开密集式的火箭弹袭击,并且击中了美军基地引发大火。 这种几乎适合美军打了一台对台系的,对攻行动在此前是非常少有的。 由于伊朗躲在幕后,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为胡塞武装,以及叙利亚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,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。 这也是中东反美武装,近来集体出动的一个主要原因。 另一个在边境和以色列缠斗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,也是火力全开,以至于让以色列海陆空三军集结在黎以边境,威胁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开。 这大大牵制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力量,缓解了哈马斯在加沙的压力,以至于以色列本来定的三天拿下加沙之战,结果打着了一百多天,损失惨重仍然没能彻底拿下加沙,而战斗力爆棚, 表现抢眼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背后,同样由伊朗提供了大量的支持。 伊朗更是向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派出战斗指挥官,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肩战斗。 看来如今的伊朗,把美国代理人战争那一套,玩的是淋漓尽致,你美国会打代理人战争,为伊朗同样可以躲在幕后,打敌你美国在中东不得安宁。 大家想想,伊斯列对加沙狂轰暗杀了四个月,几乎将百分之四十的加沙北部的建筑全部都移为平地,并且派出十万大军青角弹丸之地的加沙,结果打了一百多天都没有搞定加沙反而死伤惨重。 旅长营长死了一大波,落大一个中东,美国动用重型轰炸机,从美国本土起飞,万里奔袭对中东一些无关紧要的目标进行轰炸,并且是没有任何盟友跟着烫着汤浑水参与战争。 这样的战争能持久吗?长期坚持下去拖,也要把美国给拖死,更何况如今的美国,本来就是受死的骆驼了。 如果美国不派出大批地面部队重返中东,在伊阿克以及叙利亚展开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情况下,美国想要通过几次轰炸,来扭转在中东的困局,无疑是痴人说梦。 拜登如今下达对叙利亚的大空袭命令,只不过是做做样子,赌国内强硬派的嘴巴了,有句话叫做得到多主。 诗道寡诸,穷兵独武横行霸道几十年的美国,尽管还是如此的霸道好战,还是如此的贪婪无度,但是由于深陷乌克兰和巴以战场两场战争之中,同时由于美元霸权开始崩塌,国内也进入四分五裂之中,已经黯然走到了崩盘的边缘。 如今美国在中东沦落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敌境地,就是美国帝国余晖的最好写照。 即加沙之战、红海之战后,美军空袭伊拉克、叙利亚,又在中东拉开了序幕,就在2月2日深夜,美军出动多架战机和无人机,甚至还从美国本土起背远程轰炸机,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85个目标发动空袭,使用了超过125枚精确炸弹。 按照美军说法,这还只是第一波,接下来几天,报复江岸梯度推进,报复的对象是伊朗革命卫队在海外的圣城旅,以及当地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。 美国认定这些组织与约旦美军基地玉系有关,应该也不是巧合。 就在发动袭击前,这三名美军士兵遗体被送回美国。 拜登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亲自出席一事,拜登一脸悲伤。 几个小时后,万里之外的中东,美军发动了大规模空袭。 按照奥斯汀的说法,根据拜登的命令,美军开始发动空袭,这是我们应对行动的开始。 美国中央军司令部披露,这一轮袭击针对的是伊朗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的,指挥中心、情报中心、火箭、导弹、无人机仓库,以及后勤和弹药供应链设施。 拜登则宣布,美国的应对从今天开始,他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继续进行。 美国不寻求在中东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冲突,但是让所有可能试图伤害我们的人知道这一点。 如果你伤害一个美国人,我们便将做出回应。 拜登说话很强硬,但这种强硬其实也内有玄机。 结合当下中东的局势,不外乎几点吧? 拜登是在告诉伊朗,美国肯定要报复,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 拜登也暗示,不会对伊朗本土发动袭击。 美国不想和伊朗发生战争,拜登更是向美国人表态,你们看我很强硬,我会保护好美国人的。 但1月28日驻约旦美军遭到袭击,2月2日美军才进行报复,这其实已经很罕见了。 要知道以前美军在中东遇袭,快的一个小时内,慢的不超过12小时,美军导弹发射,战斗机出动,早就对目标展开猛烈报复了。 但这次美军沉默了多天,因为拜登很清楚的一点,美军正在陷入中东的泥潭。 自以色列发动袈裟之战后,驻中东美军已遭遇160多次袭击。 中东的游击队攻击不到以色列,但就在身边的美军基地,就是最好的靶子。 美军也进行过猛烈报复,但报复根本无效,可以说既不治标更不治本。 被打怕了的美军,已经宣布要从伊拉克扯军了,哪知道就在这个阶骨眼。 约旦美军又遭到袭击,甚至闹出了人命。 拜登遭遇巨大压力。 美国一些强硬派更是叫嚣,美国必须报复,要对伊朗直接发动攻击。 但美国不得不谨慎,因为伊朗也不是好惹的,伊朗毕竟不是胡塞武装,也不是伊拉克和叙利亚。 伊朗可以说是现在中东最硬的的一块硬骨头。 我看到路透社一篇报道就警告,对伊朗境内的部队实施直接的打击,有可能迫使伊朗作出强烈回应,从而使冲突升级。 将美国卷入中东一场大规模的战争,伊朗明确表态,约旦美军基地遭袭,与伊朗没任何关系。 伊朗总统莱希更公开警告,伊朗不寻求任何战争,但如果一个压迫国家或势力想霸凌我们,伊朗将作出强烈回应。 所以在过去几天,美军应该也在仔细研究方案,怎么能既保全面子,展现强硬姿态,又不至于过度报复, 被拖进一个战争遗坛。 所以我们还看到过去几天,伊朗军队以及一些民兵组织,紧急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原先基地撤离,转到农村地带。 这显然也是疏散,避免美军袭击,甚至不排除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某种默契,美军发动猛烈轰炸,但重要目标已提前撤离。 别以为这不可能,但考虑到美军的报复,这还只是第一波,杀红了眼的美军能不能守住红线真难说,更重要的被攻击的伊朗目标,尤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武装,能不能咽下这口恶气? 不对美军展开猛烈报复更难说,中东虎狼世界,渊渊相报核实了,更多美军的死亡,肯定会让美国更骑虎难下,也让中东的局势更扑朔迷离。 现在乙军仍旧在加沙激烈战斗,土军时不时在边境发动攻击,美军已经深度卷入也门冲突,又开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大打出手,伊朗实际也早已下场。 现在的中东可以说处处是封烟。